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汉娱乐节目 我是Peter 在现在生活中 我们都是机不离身 这里的机是指智慧型手机 手机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面 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隐患 比如一不小心就会跌落电信诈骗的陷阱 或者一不小心就会被窃听 为什么我们的手机会被监听呢? 主要是因为手机的默克风权限被打开 并且被监听者控制了 手机被监听之后 会出现哪些迹象呢? 1. 拨打自己手机号码可以接通 拨打自己的手机号码 如果是可以被接通 那就表示你的手机已经被监听了 因为正常情况下 拨打自己的手机号码 那就是自己给自己打电话 是不可以接通的 所以一般都会出现对方正在通话中 或对方用户正忘等语音提示 2. 手机在通话时出现回音、噪音 手机和他人通话过程中 如果多次出现回音问题 即是说明你的手机正在被窃听 而且通话过程中 这样的回音是非常明显的 是可以察觉的 假如你在连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 通话的时候 手机经常出现了嘈杂或噪音等 令人无法听清楚对方说话的情况 这样九成以上手机已经被监听了 3. 在拨打电话的时候 手机被自动切断 连续多次出现了拨打电话的时候 手机被自动切断 这样手机已经是被监听了 4. 拨打电话的时候按键反应缓慢 如果近期手机出现了按键反应缓慢 并且持续2-3秒左右 那就留意近期手机是否下载了不明远体 或者是借给陌生人等的情况 如果是的话 这样也有可能被监听 5. 手机无故变得反应缓慢 即使将手机大部分远体应用程式射载 手机记忆体依旧显示所占的记忆体过多 10-89就是你的手机被监听了 这些主要可能是因为近期手机下载了不明应用软体 而这些不明应用软体自带监听软体 一般情况下监听软体所占的记忆体是非常大的 这些将会导致即使将手机其他软体删除 手机依然是会好卡的 6. 陌生人名单以及电话费用无故增多 如果你突然发现手机通讯率 莫名其妙多了陌生人的名单 那就八九不离十 你的手机已经被监听 因为监听者透过这样的操作 可以在你通话的时候监听你的语音记录 综合上面所述 如果手机符合以上这六种情况 即是你的手机已经正在被监听 但是也不需要太紧张 将手机送去专业的维修店检查 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 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